今年第14号台风葡萄桑在昨天晚进生成 预估将朝着西北系的方向移动 路径几乎复制被逼加 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 气象鼠预估葡萄桑台风 在18到20号预估会最靠近台湾 将为北部地区带来水汽 也有专家认为如果台风的路径 往南或者是它的暴风圈半径变大 有机会针对北部海域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中秋节前一天北部地区艳阳高照 但注意了又有台风生成 15号晚间今年第14号台风葡萄桑生成 依照预测路径来看 就好像被逼加台风的跟屁虫 气象鼠预估对台湾同样没有直接影响 是跟13号台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它观测路径 其实也有在图上面是稍微比较类似一些些 18号到20号这段期间是稍微接近台湾北方海域 看看各国模式预测路径 包含韩国北京日本等气象单位 对葡萄桑台风预测路径一致 将从台湾北部外海掠过 登陆中国浙江一带 有专家示警 目前台风预测路径不确定性高 不排除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如果说它的路径在广南偏100到200公里 或者是它的暴风圈半径再增加50到100公里 它就很有可能会接触到北部外海 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一个警戒红线 近期台风接力生成 除了葡萄桑位于菲律宾东方外海的热带扰动 已提升为热带性低气压 预估最快16号晚间形成今年第15号台风苏丽 成台后将在南海附近移动 而中秋节当日天气预测出炉 今天晚间到17号也就是中秋节的一整天 东半部的降雨是比较明显加剧的 而在大台北的这一带呢 也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震雨出现 气象主要发布各地赏月指数 以满分5分来看 竹苗中南部澎湖金门是最佳赏月地区 北北极桃马祖多云赏月得碰运气 以花冬赏月指数最低 近期天气变化大 民众务必留意最新天气讯息 屏东树枯棚活动才遭质疑裁判不公 日前摄影比赛又惹争议 可以看到奖金3万元的夺冠照 除了超广角镜头 每个人被拉长成九头身 构图也被批评毫无专业 同一个参赛者还同时获选多个奖 从奖金将近5万元被怀疑是黑箱作业 但主办方强调美感很主观 也尊重评选的选评 以恒春镇长为首 其他地方士绅排排站在旗队前 祈求顺利 这是今年恒春树孤棚 摄影比赛的夺冠照 以排场壮观为主题 冠军奖金3万元 不过这照片一公布 立刻成为众矢之地 除了超广角镜头 让照片的人全被拉长成九头身 构图也被批评毫无专业 平凡无奇 民众骂翻天引来大批网友 上网潮胜得奖作品 战工所网站疑似不堪负贺 一度无法进入 今年投稿总件数六百多张 投稿人数六十九人 其中七十六张不符合资格 实际三塞作品共五百三十三张 不只金奖惹正义这名选手 还同时获选优选 佳作以及入选 总奖金将近五万元 甚至传出部分评审和参赛者 来自同个摄影学会 有人就以这张六狗作品获选 跟主题毫无关联 也被怀疑难道是黑箱作业吗 毕竟美感这种东西很主观 不过种种争议频传 抨击声让越演越烈 恐怕要再招待清楚得奖原因 才能弥平争议 记得苏翠 评同报道 清华城容积率弊案 简连不断的交叉比对证词 预计第三度提训柯文哲 也不排除对柯文哲进行测谎 或以交叉问话的方式 让他跟威京集团主席 沈庆金 前北市副市长洪正生 还有北市议员 应小薇等人对峙 除此之外 金华城案外案 检方上午也首度 以证人的身份 约谈媒体记者马玉文 要追查柯文哲随声碟内 1500审庆金的讯息 是谁泄漏简连的侦办进度 柯文哲委任律师 郑申源一大早到北索绿舰 收押进入第12天 没有提抗告的柯文哲 不断接受简连调查 积押进舰后 9月10号 9月13号 一周内两次借题训问 预计还要提训第三次 没有回应 目前公家机关内 有测谎机构的 包括联政署 调查局 刑事局 宪指部跟高检署 联政署也是金华城案的调查单位 第三次提训 简连不排除进行测谎 交叉比对柯文哲和应小薇 沈庆金 彭震生等在押被告 有出入的地方 甚至不排除对职 你谁的命运室啊 前独发局长黄锦茂 经过7小时训问 证人转被告500万交保 他可能成为金华城案的关键人物 传出黄锦茂态度超配合 明确交代金华城容积奖励 到底为何从560% 暴增到840% 更咬出幕后决策者跟金流 如果接下来查证属实 黄锦茂可能转污点证人 让全案露出曙光 高零77岁未经集团主席沈庆金 手押后两度借户就医 为人律师岳芳如 认为他上吐下泄情况很糟 向北院申请聚保停止积压 北院除了发函检察官了解 也会询问看守所 还有医疗机构的回复 最快今天做出裁定 金华城案在押被告 平平出招 甚至滚出泄密的案外案 调查过程当中 简联发现 柯文哲随身点内 小省1500审庆金的档案 明明侦查不公开 但却被媒体爆料披露 自称跑检票县的记者马玉文 上午也以证人身份约谈到案 简联全面追查 要维持调查的立场公正 记者刘死河北山台北报道 柯文哲因金华城案遭积压境界 黄珊珊在脸书发文 强调北市府是以细部计划规范容积率 民众党也自制图文 强调内政不规范 一般性容积奖励20%上限 全国一致 还颁出台湾省法条 但除了持狭事不适用 国民党议员游淑惠也质疑 黄珊一番话等于自证有罪 柯文哲因金华城案遭积压境界 超过10天 小草们不放弃 黄珊珊也难得打破沉默 连书发文 搬出北市都市计划自制条例 强调北市府是以细部计划规范容积率 既然全国一致标准 上限不得超过20% 谁敢执法犯法 还拉国土署背书 却马上被议员打脸 我觉得这句话是自证图利 而且自证有罪 而且一句话把公务员给害死了 因为其实金华城是用24条 都市计划法24条 它是自提计划 民众党则引用都市计划法 台湾省施行细则 制作图文 强调容积奖励20%上限 并无违法 但除了直辖市跟台湾省不一样 金华城2001年落成 也不到20年 忽略了适用前提 错误解释法条 根本是全党侠挺科文哲 大玩数字游戏以外 更是扩大错误了解释这些法条 到底市政府是谁 告诉金华城 你原本提出的细部计划不合理 容积率太少了 要再度提升呢 而民进党议员洪建一更指控 蔡碧如才是金华城案的隐藏版人物 她脸书再发文澄清 说2019年已经离开北市府 金华城陈琴案 2020年3月才出现 韩话议员不必为了博生浪 加重毁谤大搞时空穿越的传说剧 愿意接受征讯来证明清白 还说一定会状告法院 洪建一下午也将公布资料 金华城案 雪球越轨越大 记者欢迎越大台报道